好的 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我们带来的是这个赵成宇对深圳旭的对局 是的 我们从刚才那盘棋也看了 这个硬石碑这个棋的规则 时间真的非常重要 你主要是如果被罚点的话 首先如果那个棋稍微有点细的话 你会心理压力非常大 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现场 这是赵成宇 赵成宇的话 现在在国内等级分 我看了一下最新的等级分 是12月31日截止的 他是排名第21位 但是我看之前10月份的时候 他是排名第13位 然后谢科是排名第14位 现在呢 谢科是13位 赵成宇可能最近状态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起伏 所以落到了第21位去 应该是的 因为可能前一段围角的赛成比较密集 他下的棋比较多 可能他等级分掉了一些 最近状态是不是特别的 那么他的对手是这个 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 00后的深真旭 深真旭的话 他是在20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 战胜了朴廷环 拿到了LGB世界棋王战的冠军 也是00后第一位 拿到世界冠军的棋手 是他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 我觉得现在 而且他在去年的一个跟朴廷环的七番起来 对对对 居然把朴廷环这样的顶尖叫林峰了 对非常可怕 关键他是七番胜负 而且不能中途结束 相当于是7比0 对确实是很可怕 其实一度大家都觉得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第一甚至是 但是呢 随后呢 他碰到了磕钱 那也是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 三星杯的决赛里面 不过我觉得这个棋也是挺替他惋惜的 第一盘棋是滑标输了 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实力 第二盘棋又是在优势的情况下 被逆转了 输了半目 对 实力确实还是很强劲 对 而且在去年他确实成绩非常好 他是席卷了韩国所有的棋手的奖项 就首先他是MVP 然后以这个76胜十负的这个战绩获得了多胜奖 然后以88.37的胜率 获得了最高胜率奖 以及一个28连胜的连胜奖 还有人气奖 就所有的奖都席卷了 确实他正处在一个 我觉得他的奇异的一个巅峰期 对 而且他好像是说 对这个人工智能的研究 非常的熟练 前50手 经常吻合度能达到90% 就太可怕了 说明他是一个很用功的棋手 也很专注的棋手 是的 好 那其实这盘棋相对来说 是我们这个赵春雨 也算是小将吧 应该一个冲击的 冲击的子弹 虽然他们年龄只差一岁 但是在成绩上面还是 深圳序还是好 对而且深圳序 参加世界比赛也比较多了 肯定是经验上 更为老到丰富一些 对 但是赵春雨 我觉得也不是说没有机会 所以他实力也很强 对王老师应该对他很了解 而且他 肯定把这个比赛 肯定会全力以赴的 我觉得还是有看点 相对于这个谢科来说 这个赵春雨 他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棋风 相对均衡 赵春雨 比较均衡 从小就均衡 对 一直均衡到大 是 从小就基本上棋风 也能看出来 对 就没什么短板 对 这个棋 好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下 这盘棋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 这个饮食杯的时间 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被罚两点 你的心理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 你如果被罚两点 尤其快罚两点的时候 对 你不由自主 那个棋可能会加快 那样可能会就一些失误 而且其实20分钟 也不算很长的时间 对 就有可能 如果一个常考 可能就过去了 对 罚点之后可能会再罚点 这个也是很可怕 赵春雨就选择了一个 小木33 一个不常见的布局 黑棋拆二 白棋 点33 黑棋倒 我想他这个 赵春雨可能是 小木33 就是不愿意被黑棋 被深圳序 被对手去点33 而且会不会也有可能 就是一般的布局 这个深圳序 也是研究的 很多了 所以他选择这个 还不是特别 做一个不寻常的布局 嗯 翻 黑棋 对 然后白棋打吃 白棋选择打吃 顶时而没有选择 对 他没有选择 可是在这打的话 不是针子对白棋有利吗 那他就觉得这个方向 方向 可能这个也有关系 33也是个低位 这个可能也是 差别不大吧 跟你从圣 那么黑棋就选择 飞 打吃就这样 嗯 白棋是不满意这个方向 对 他应该是不满意 所以实际上白棋 是选择了打吃 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定时 嗯 然后可以沾 然后点过来 对 然后点过来了 这个棋 又来问应手了 嗯 他应该还是对这个棋 有点研究 我觉得 他既然敢这么下的话 对 黑棋拆 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像这种关键比赛的时候 这些棋手应该他还是会准备一下布局 嗯 像这样的下到这个局面 也是可以预测的 嗯 你挂脚完拆二 然后就从这边点三三 很容易预测就下成这样 嗯 所以他可能摆了一下 塞前 啊 挂脚 这都是肯定都是招招 招招那个什么 招招 这个新增序 嗯 拆 之前他们可能是下了四盘棋 就正式 哦 陈登旭赢了三盘 哦 那还可以 嗯 赵晨宇还是很有机会的 嗯 一般我觉得如果说对一个棋手 对对手没有开张的话 就心里会有些压力 会有一些心理压力 赢过以后就可能会好一些 好很多 是 然后 飞 黑棋 飞过来 嗯 那黑棋的其实目的很明确了 就是让白棋这个字让他物极而终 嗯 白棋贴 黑棋长 白棋冲 嗯 黑棋退 这边其实现在这个有个鼻也是非常大的嗯 这边有个大的鼻嗯 但是现在这个地方可能有点薄 实在呢 实在呢 深圳宇选择了特别稳健的拐 拐 真的是挺稳健的一步棋 嗯 它可能是有点忌惮这个地方断的这个味道 嗯 断的话可以忌这个地方还是需要拐一个 还得拐 嗯 它觉得这个时候提前防你这个拐 嗯 但是这个补呢 可能可能还是想在外面补一补 对 嗯 嗯 它是比较注重 因为这个地方的手术嘛 看起来好像也并没有 进入这一口气 好像 嗯 可能还是补在外面稍微效率更高一点 嗯 因为你其实你现在断 我即便就算拐 我再拐好像也看不出这里面 想有什么手段 嗯 局部 对 它可能怕白棋这边靠一靠什么的 是 不知道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比较 稳的一部棋 比较稳的一部棋 这个时候白棋加过来 白棋如愿抢到了这个 对 大棋 诶 那这个时候黑棋 这部棋其实我还是挺少见的 对 一般来说你手脚的话呢 这个棋行呢 你要不就是在这边立一个手 嗯 因为你要防这个点嘛 现在你如果拖肩的话 白棋这个点非常严厉 特别严厉一部棋 特别严厉 你如果走这个的话 那它就是飞过来 这样的收束呢 非常舒服 嗯 爬了一间 你还没活 对 这没活 你将来还得补一个 你如果补一个的话 那这手棋呢 白棋这个先手的木树就太大了 嗯 这手棋 如果立的话 那当然这个点过来 那就这手棋就更严厉了 嗯 这样煎过来 嗯 这手棋基本上 尤其像在白棋周围 这么厚的情况 这必须是要下的 这个地方 嗯 必须要补 补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 一种立这个 斑毡都是同样的道理 嗯 防这个点啊 二个呢 补的话呢 以前都是跳这个 嗯 其实也 也可以 也可以 嗯 跳和飞好像都有 嗯 其实我们就是爱好者下的话呢 说不定我还是建议大家 呃 我在这 老老实实的 甚至老老实的 回来一路都可以 嗯 尤其像让子骑的时候 只要把这脚 避守住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有 有让子的优势啊 嗯 这步骑的弱点呢 就是 这将来还是有一点 对呀 我说点 陪你怎么办呢 点它 正常来说 其实它就 我想它应该是就是 让你活脚 那我在飞呢 所以它就贴吧 让你活脚 哦 那我其实我觉得 我这个脚活的也是很开心啊 肩美丑 活得很干净 但是呢 这旗呢 浮了脚呢 这地方我外面 虎出去呢 我也是可以有所补偿的 因为首先我这个多了一粒 你这边的木少多了 而且 那虎过来呢 也就是说 他认为 一起这条边的架势 比这个脚上要大 对对 他觉得黑白旗 这样直接来 掏这个脚的话 他可能不怕 哦 是这样 嗯 但是这个 大家一定要小心 万一这条边架势小的时候 这个脚还是很大的 这个旗呢 总感觉还是 嗯 我们可能不会 还是觉得有点不踏实 这个脚上 是啊 嗯 这个总是给人家留了一个 对 还是留了这个点的 将来还是有点 你不管团都是 这个地方飞都是一个先手 对 就飞完以后 如果在立这个脚上就是 火旗肯定是没问题的 嗯 白旗 总是有一点 是 然后将来要小心这个脚 嗯 白旗 嗯 逼我来 白旗 白旗 飞 这 啊 就 反正黑旗这个就是 这个责任就死了 对 我就发挥你这个子 让你死掉的这个效率就好了 这个这个局部 白旗 飞 嗯 可以骑我 打入 打入 非常的 凶 对 这个骑 感觉是 照片先让白旗 缓和了一步之后 再打入进去 哈哈 这个思路 还是挺神奇的 嗯 他觉得你局部 可能也不好 不好怎么攻他吧 嗯 白旗 飞 飞也是 正确的 嗯 可以骑 靠 靠一个 坑落 白旗 飞旗呢 他觉得这样跳的话呢 就太松缓 嗯 这样再飞过来呢 这个骑呢 就是 飞旗没有什么好的 应对的方法 嗯 所以他靠的 紧凑一点 嗯 白旗 靠了呢 就是想再靠过来 深圳旗 嗯 然后 黑旗 靠 嗯 这个地方呢 他希望呢 深圳旗呢 希望白旗就是老老实实实长 哦 这样的话呢 黑旗这样顺势压过来 然后我再冲 就冲 这肯定是不能断 对 不能断 那我就冲出来顺势 哦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呢 白旗这几个字 气特别紧 嗯 白旗不是很好办这样 哦 这是黑旗的理想的一个参考图 嗯 让白旗走出一个分裂性 对 虽然黑旗自己也是个分裂性 但是呢 这样的话呢 但是比白旗好一点 嗯 对将来呢 脚上什么靠段啊 白旗都很难办 嗯 是 这是把黑旗期望走成的 是 但是呢 实在呢 这个赵春雨呢 这段定型也定型得非常好 嗯 它一斑 嗯 然后黑旗一段 弯一立 这是 这局部最好的一个定型方法 哦 那这样如果说黑旗不让它冲出来长的话 长呢我就 我 你顶 对 你也可以吧 就无以为继了嘛 整齐 好像没有什么 你 只能往外冲啊 冲我就算挡了 这样打出来 能打出来 也看不出你有 哦 这样可能不太对 这样你打 因为你 你这样顺下去 可能我这个地方还是 直接 甚至尖一个是不是 哦 尖这个 嗯 这边这个黑旗好像有一点难斑 你 因为你直接冲 你这样的话 我觉得好像 白旗好像不太怕 嗯 黑旗自身器也很紧 嗯 好 这样你打 长我贴 嗯 应该是 白旗不太怕 嗯 所以你 你这一本的话 那是不太怕的 你 你除非你去虎这个 嗯 虎这个 我可以 我可以打了走外面 这个气息 哦 那我如果冲下来呢 那我这地方有一尖 这个局部 哦 我如果走这个 你就爬回去了 那爬过了 哦 我这边倒你就糊过来 往一起好像有点难 你这样搂过的话 白旗也不是很怕 嗯 有点尖难 对对对 你打了 你虽然可以打了 最强的局部 可能打了打 我就提了 抢一线手 站这个逼住 嗯 所以呢 这个局部呢 照着你这个 翻了力呢 是一个好气 这个局还有点难搬 那实际上呢 形成了个转换 感觉 嗯 直接打吃这个 踢一个 然后这边 变自己 变成了个分裂性 这个白旗能够冲出来 是非常的愉快的 你虽然拔了花 但是你这两手 旗巨损 要是这样拔花的话呢 那当然是白旗明显 哦 这样可以 但是你这两手 就损得太大了 嗯 所以这个很神奇啊 这个旗就是要让 这个对方 嗯 前面的旗 变坏 成为不好的旗 对 就是让对方的旗变坏 其实 嗯 这个就达成目的了 嗯 嗯 只能穿出来 摆起来是不错的 嗯 那黑旗下一步 顶过来 啊 把这个 走住 但是 同时黑旗这个气 其实是很紧的 这个白旗拐了之后 这个黑旗 这挡住 只能飘 啊 缩回去了 然后 哇 白旗 吃饭旗下的很积极哦 白旗 嗯 直接震头 它其实是一种调子 它这手旗呢 因为这手旗 黑旗比过来非常大 它本身差一个也非常大 它就是正一个呢 期望你在这边出头走 不管走什么以后 我再顺势再出来 哦 那它不怕黑旗直接 从这边肩过来吗 它可能就是 那就是想这样 哦 顺势跑了 对 而且我觉得它是不是 这个地方多手旗 这地方是不是有什么 打了往前冲了 这个地方 哦 这个地方怎么说 黑旗还有弱点 嗯 他觉得这手旗对这个 因为这个旗 如果冲的话 你不能被我这样 冲着的话 这样就是太难受了 嗯 黑旗 对 这个黑旗只能补下面了 这补这个被这一连班受不了 嗯 哦 他是不是觉得这样的话 他就多个子以后 这个作战 这个地方还有一场作战 嗯 嗯 这个好像 有点看不清 嗯 挺复杂 但其实也许黑旗还是从这边尖出来 可能会 啊 实在 其实白旗有很多余味 所以可以 白旗才敢走的这么大的一个想补啊 嗯 他其实也是一种调子 也许他就是想 这样 或者我就跳一个什么之类的 嗯 嗯 但实在呢 黑旗走这个的 对白旗很愉快 白旗很愉快了 嗯 这是白旗都想得到 获得的 这个拆 拆到了 先手拆到了 好 那他现在回过头来 在这 嗯 这也是一个好点 这手旗的旗行 因为有了这手旗以后呢 下面白旗马上瞄着这个地方飞出来 嗯 飞出来你这样 我就是这样顺势一顶 好像冲出来 嗯 啊 所以黑旗还在防这个 对 还在防着黑旗肯定得一些 在这边下棋 嗯 总的来说这个 赵成云的这个布局阶段呢 下得非常的流畅 嗯 到目前为止呢 嗯 应该是取了一些优势白旗 是 所以能在 我觉得他的 从他的战略来说呢 前五十手能够 不优势能够持平就 不错 但现在来看呢 他这个下了六七十手 还取得优势 嗯 这新手非常 下得非常好 就是赵成云 是 这盘几千面 嗯 黑旗刚才这个地方有毛病 所以他 搬出来也是间接的补这个 对 间接 以公为首 嗯 这也是不容易啊 嗯 不是刚才说 深圳旗是前五十手 是AI吗 人工AI 嗯 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好像局势非常有力 对 哦 白旗这个时候还冲得很猛 对 走完之后 直接 嗯 刚才黄老师这这招上了 这个地方如果能成立的话 这就非常严厉了 嗯 你看他又写现在这些纸可能都发挥作用了 现在 嗯 这个地方局部如果是压是什么情况 压 压 压压我 拐 打吃 不行 首先这被打打一下就已经是痛不欲生了 吐血 嗯 然后黑旗好像只能打是这个 哎 嗯 这好像还是有棋啊 哦 打是这个 嗯 那我这种提掉了 哦 这还有棋呢 将来斑是不是还是有棋啊 这我是不是可以加 嗯 我删 我接你 度是吧 嗯 这有个段 嗯 但是这个棋呢 我就是能下成这样 我就 搂一圈 对 我哪怕搂一圈 我觉得已经是不走 嗯 这外面这个还有很多借用 嗯 搂完之后白旗是基本上已经活了 对搂也可以 嗯 好像也 所以黑旗不肯 对对黑旗不肯 这样嗯 局部可能好像是这样能防住 嗯 从上面压的话 他这个地方损失有点多 对对 这个白旗木已经被压缩 而且白旗这个 露完这个 局部已经快活了 嗯 所以黑旗呢 他没有选择 觉得这样无法承受 嗯 所以他贴了一个 贴 搬起搬 搬一个 不依不饶啊 白旗这个旗下的 这地方好像 黑旗 很 很难拌 好像被这一拌 嗯 你好像从这边打 好像 太行事了 好像 想从这边打 但是这边被打了一场 可能已经死了 对吧 你死了 这三个就跑不出去了 跑不出去了吗 这旗旗 是啊 你最强的肯定想结 待会结果就笨笨 笨笨的一打 一夹就对 夹中就好了 对 真是 果真是跑不出去了 这个戏 对 那你已经 我这边四口气嘛 主要是 你走别的也一样 同样道理 你只有三口气 你不能打这个首先 不能断打 不能断打 那要不就是搬 要不就是打 实战是走的没了 实战黑旗是 尖了一个 尖一个 他也没有办法 因为你如果想在这边补齐的话 搬我是粘住 你这边因为 你不管 你不管走哪个吧 补齐 这可能糊在这吧 这边被一跳好像 被一跳好像 这个黑旗 很难办 练不回来 练不回来 你直接就被 夹死了 嗯 夹死了 这个地方 你就算紧住我一气 可能也没什么用 嗯 这地方我这直接把你 紧住气就行了 这个纸还发挥作用 我现在这样拱住就行了 哦 这样黑旗 尝不了气 对 这样冲不过来 所以现在 好像有点难办 现在这个地方 被赵春雨很厉害 这个地方 受断 实际上是尖的这个是吧 嗯 对 然后 然后 赵春雨也是接的 然后 断吧 嗯 断 嗯 嗯 这地方没有办法 把黑旗只能立 因为你如果直接打的话 被我这一袜打 没有旗下了 对 你这不能间接 被我捞 是冲完不行 你提的话呢 被同样 我就即便立下来 嗯 啊 这个黑旗没法断 对 吃不够 没有气 嗯 所以断的时候呢 只能立这个 只能选得立 然后 打起打下来 这个也是 这个走坠之前 应该都算好了 对对 好 然后 白旗 但是这个旗 白旗这样 跑回来收获太大了 对 因为这个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 这样拐回来 真的是 白旗不光跑回来了 木树 还把这个地方 木树捞了 这本来是黑旗 有接近20末的旗 全被白旗跑回来 嗯 而且你现在这个地方 还 自己还不厚啊 嗯 再来一点 这人党还是先手 对 党也是先手 对 那这个地方 感觉黑旗是亏损很多呀 十三 黑旗点过来 这也是行 黑旗也必须要 强攻这一块的 这个地方 如果不通过攻击 白旗获得什么 利益的话 这个旗是时空和大差 嗯 但是白旗党是先手 嗯 黑旗 尖 尖 因为他竟然是间接的做活实际上 对 这样的话 这 对 这个利是先手一路拐 对 白旗走这个的话 黑旗只需要利就可以了 对 嗯 白旗挡住 先手 黑旗做活 嗯 然后白旗还要贴 嗯 嗯 赵成宇现在越战越勇这个旗 我觉得是 对 黑旗必须得补这边 他贴还瞄着白旗黑旗这一块的弱点 哦 这个地方黑旗是有一些弱点的吗 对啊 一个是我点 我即便弯回来这个地方你好像 我也得连 对啊 嗯 在这个地方有一挖 我得挤着脸吧 对 你要不就贴吧 就是说这个地方外面有些毛病 而且 我这将来从这点来挤过来也是能割断下面 哦 那这样的话这个地方 对 死了 所以说再贴一个 嗯 然后他在这边突围 这个旗呢作为黑旗来说就是 是很难了 嗯 黑旗来说就是说他的要求比较高 必须得对这块 甚至说如果吃不掉的话呢 黑旗这旗都挺困难 嗯 我们看赵春雨啊 尖硬 尖硬 这个地方黑旗为什么不敢挡了呢 倒那我一挖 嗯 哦 他这地方也有制造劫材的意思 你就挖完一只一壶 嗯 这样的话 黑旗 嗯 如果 连这个这被冲过来 对啊 那你就是 这样就一劫爆了 一劫爆我甚至从这断吃可能也可以吧 啊 而且我也可以一劫爆了 嗯 是 我这个地方都有劫材 一路斑 这个地方哇都是劫材 这样不太行 嗯 那黑旗如果挤呢 挤一个的话呢 那我就要吃一下 粘上 这地方一次 哦 哦 我还是只能粘上 哦 那他就出来了 出来了 嗯 我这没有办法 你只能断 他粘还是先手 嗯 对 我粘对你上面是先手 嗯 就只能要 你现在得连回这个 对 那我打出来 这个外面这个包围签就变得很薄弱了 啊 你只能断我 对 那这时候再弯这个 黑旗这个有点 黑旗 你是接几还是贴呢 你挤的话 我这地方有一尖 嗯 其实你你你你不能挡 挡被我直接就断 或者打完一段 你只能走这个 我一冲 你就挡不住了呀 你要断这个的话 我就常先走 你提这个 就没气了 我这点了一挤 嗯 黑旗这个地方就 气就杀不过了 嗯 所以这个白旗还没有 远远没有到 要担心这块 白旗死活的手 因为 黑旗外面的封锁圈好像薄弱的地方有点多 对 就是这个旗没有办法 就是这个旗 黑旗封不住就是这个 嗯 因为你挤不住 挤的话就这样被 被这样一尖 将来黑旗 白旗一尖 嗯 嗯 所以没有办法黑旗 他实在呢 他也只能选择了一个妥协的下方 嗯 是冲 先冲 这样呢 白旗就挖不到这个了 对 不能挖完了 对 现在白旗不能挡了 那挡 它再挡就不一样了 对 那你那样你这样去硬做结那超多了 那黑旗就接在这打结了 那这样就完全不一样 是的 这样 所以 白旗就冲出来了 嗯 这个旗呢能冲出来呢也是非常的 黑旗冲下 黑旗获得的是这个地方的便宜 但是这个 这个中间是什么情况呢 中间是 这边就直接 他现在这个白旗要吃这块了 嗯 沾 然后挤 嗯 这个黑旗对于黑旗来说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命令性 气太紧了 嗯 沾 然后这一冲 那这下面好像就被割断 但是这个下面呢也没有完全死 嗯 下面作为黑旗放在这这个一跳呢 可能 还有还有余味 因为我这个挤有先手啊 我们看 这边有半只眼 对 挤的话 那我只能 但你不行吗 你这被我飞出来的话就活了哈 你只能在这边 煎 嗯 那你就活了 哦 你活的也有点不舒服这个地方 但我是不是能顶在这火呀 哦 好像也 不好杀 那我 哎 不是 非一个形状我想太奇怪了 嗯 想杀没有那么容易 对 这里面还是没有说吃干净的 嗯 这里面还欠着一手棋了 要不然的话白旗是不是有点太大了 对 但是呢这个欠着一手棋的情况下呢 白旗这个我们要注意啊 嗯 你做活的话 我急恋最笨的就立一个 你做活你要靠这个挤 嗯 靠这个挤以后呢 你这个气是很外面很紧 外面碎了 那我这一靠出来这个 嗯 这黑的不行 嗯 所以呢黑旗要防着这个白旗这个气紧的先手 嗯 我们看它实战 嗯 实战 黑旗赶紧就在这补了 嗯 拐出来 对 它拐就是实际上就在将来要从这边做活了 嗯 对吧 因为我这个 现在我这个白旗有这个团 我就不怕了 其实白旗就是说现在把这个黑旗分开 嗯 黑旗这个虽然这个地方多了几个字 但是外面依然不是很厚 嗯 但它拐补就是 嗯 间接的将来就能活了马上 嗯 黑旗搬 黑旗搬 那这个时候白旗在这个地方补了一个 这也就算是把这块旗给吃进去 嗯 赵春雨呢 它这个旗呢 肯定就是非常明确了 这个旗我这个吃了一大块的话 我这块旗只要大龙不死的话 我这个实力就是 有非常大的优势了 嗯 嗯 应该这时候白旗也非常好瞎了 嗯 黑旗打吃 嗯 白旗拐 嗯 黑旗踢 白旗扣吃啊 这个地方白旗只要做出一只眼就可以活 嗯 但是这个地方呢 我不知道它为什么之前 如果能飞了一下可能 哦 它会不会担心这个飞 是有点担心这个靠的 哦 单 哦 哦 你是怕它立 我说这个会不会这个眼没了 嗯 但是我现在如果飞你你会 你你如果立这个的话 那我觉得我这个虽然少半只眼 但是我感觉上 这上面做一个新手眼问题还是不大的 哦 而且黑旗自己还没活 嗯 嗯 飞又是想飞到 如果你能团着的话 那我再吃的话 那便宜便宜大了 嗯 还是很想在这边飞着 是 它是不是还是有点担心这样 这种靠 嗯 有一点可能会 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吧 所以它实战 它是挖吃了 当然这个挖吃这时候呢 我觉得白旗呢 只要是 能够把这块大块做活的话呢 这边吃的毕竟还是大 嗯 比这个脚穿下去 还是很好下的现在 嗯 黑旗飞 嗯 那白旗就相当于这个脚 它就不要了是吗 其实白旗席的也没有手 我就跳一个呢 我如果现在 哦 跳哦 到里冲 我觉得这个局部好像还是活气 我就再打这个 这个黑旗确实不好吃呀 你要刷你只能是走这个 那我一尖 嗯 你怎么办 你 其实你吃这个我就很简单的就活了 嗯 走 我这上面只要一拐 把这个眼做出来 上面这个眼做出来就可以了 嗯 一顶我也是活气这个局部 那我这两个打两个就简单就活了 嗯 对 这个 黑旗好像很难吃白旗 这个地方 我现在觉得现在 就说你这个多了这个先手以后 你这块钱能杀我吗 好像也不太 看不太清 尝完了家 尝我觉得我往下靠一靠 好 相比 要杀好像 嗯 把我粘呢 粘我 不管是不是这样 你要想杀我就 啊 嗯 这样 这样你接上面 嗯 还是有一点看不清了 对 但是我现在即便你贴住的话 我贴 我冲了 哎 但是我这边是不是得先抖一抖 对你的次序你到底是怎么 你先加一个 嗯 先加一个 先加一个再长 嗯 好 可能这样好一点 但是 是 那你就干脆走完吧 你你既然 因为你将来有可能我搬了杜先生 哦 嗯 走完 那就有点吃 喝这个价 对对 你干脆就这样来杀了 一条道走到黑 然后再藏出来 嗯 确实还是有点危险 至少一眼我们看不出怎么活了 嗯 嗯 所以实战的赵春雨呢 他是 先没有活脚啊 嗯 选择了先把这块旗走活 对 靠 他靠还是顶了 我不准 哦 他先顶了 尖了一个 嗯 然后黑旗分 他尖实际上也是间接的补这个活 嗯 黑旗走这个 对 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地方有点奇怪 就是他这个时候走完了之后 又去靠 理论上来说如果他尖一个 还不如直接靠是吧 对 这不相当于人家很厚的地方 其实他靠完以后黑旗总是要补这个脚的 嗯 我这块活了以后你这个脚不能再被白旗活了 基本上黑旗也得立这个 嗯 你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尖大还是这边大是吧 嗯 对 对 而且实战是他尖然后黑旗走他靠的时候黑旗是扳完了打的 啊 那差不多吧 扳完了打完了他就变他脱先了 就是 实战是尖 嗯 然后黑旗分头 嗯 黑旗打入 然后这个靠 然后走完了之后黑旗打直的时候白旗脱先了 好那黑旗提一个不都变成线手这都那么厚了 那这两手旗感觉 是不是还是这边大一点 嗯 是 嗯 白旗 靠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说 特别人不坐火这边呢我现在没有弄明白 他觉得脚不大是吗 嗯 他们是都没走是都觉得脚不大吗 黑旗也没有 他煎的时候黑旗也没有吃 现在他已经活得很铁了我觉得他好像这一跳还是火旗吧 嗯 他就觉得这不大我真的说 对 不大吗这10白旗黑旗立一个 也30多目呢35目我觉得这个火价 30目呢也不会外面难道有比30目大的吗 就就看不明白了 这个盘断 嗯 实战他是不是 他靠 靠一个 我们看他怎么 黑旗 斑 白旗斑 他看起来他是不准备要这个子了 就是 大概想定个型 黑旗打吃 白旗长 黑旗摘上 我感觉黑旗这个下法就是很想走先手的样子 然后黑旗踢了一下 白旗顶住 黑旗把这个把这个终于把这个给吃了 这个 这个手机还是很大 太大了 嗯 就是这时候我觉得这个赵承宇这时候 为什么不火脚呢这个地方我真是不太明白 嗯 难道有什么担心吗 好像 好像也没有什么担心啊 这吃吃吃吃 这吃出来 这吃出来可能就火了 嗯 好像也得 这个很简明 我冲了 我就接住打了一冲 对吧 很简明就跑掉了 对 我这个地方好像也 火脚好像也是很清楚的 嗯 这火脚我觉得自己多活了五目旗以上 黑旗利差了 二十五目也至少是 眼见了一个三十目的旗 这个旗他为什么不走呢 对 嗯 好吧 我们看到实战吧 嗯 实战是 在这边走了 嗯 一起蒸了一个先手 嗯 然后把这个捕了 嗯 这一下可能就要 变成细一点 对 我们可能也就刚才说的 跟时间不知道这个 伐木可能都会有关系了 对 那好像我看的这个直播的是说这个赵承宇 恐怕是要发点的 嗯 那发点的话 这个旗呢就 我觉得它本来优势非常大的现在 嗯 嗯 这个地方那这旗就可能要变成细旗了 嗯 尤其他如果发两点的话 而且这个力是不是大是个问题 这中间眼见的这个长一巨大的一手旗 对我觉得它好像是 总是 怕这个地方是有点问题 一个是不是有优势意识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嗯 这部旗真的也是非常大 对啊 嗯 还有这边贴出来是什么 我 对啊 你被打完以后 被黑旗如果打过来以后 这个贴就变得非常大了 嗯 这手旗 很大 因为你这力 下一手跳进去也就最多就是15摩旗的价值 嗯 利人家肯定不会跟着你印了现在这个局势 是 这个黑旗直接贴出来了 直接贴出来了 对 白旗跳啊 我看它们都 开始收关了 各收各的 嗯 哪怕现在这个跳是不是也是应该走中间 中间长太大了 是啊 看着确实挺大了 它是觉得这封住了呀 飞就不能封住 嗯 这口旗15摩旗而已就是 这个打打我觉得中间远远的要大于这个下面 是 嗯 看它撕的 嗯 实际上它跳 好 黑旗利一个白旗挡 嗯 这戏可能变细起来了 对 这个关子 本来这个小赵子优势非常 明显 前面下得非常好 嗯 看它 我往里面装了 因为我现在 这个旗谱我现在看嘛 它尖 尖一个 黑旗 搬 然后 这形成了一个 关子价值 关子意义上的转换 嗯 是 然后白旗 穿过来 这怎么样 就便不便宜是个问题 在白旗看起来 对 然后黑旗跳 跳 嗯 白旗 但是我觉得这样好像 白旗可能不便宜 我感觉上不便宜 嗯 你可能还不如中间什么穿一穿 不见得便宜啊 黑旗顶 这又形成了一个转 又一个转 反而又接住 这个这个对它 对它时间非常不利 我觉得 它肯定是法点了 肯定是法点了 嗯 然后搬 哇 那翻将来 嗯 充 擋住 尖 打过来 打过来 这感觉这个棋盘越下越多了 嗯 就是本来觉得可能如果是空的话 白旗不用收那么多字 现在 这个棋盘越下越多了 要走的地方越来越多了 嗯 这个对法 点的一方来说还是挺不利的 现在 嗯 这是很大的一手棋 现在到底形势如何呢 我觉得 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定型的地方 嗯 是的 黑旗现在尖 只要这个地方要出进去是吧 白旗就打完了 穿上 硬得非常老实 它也是 这个地方 对 当然 黑旗这也是先手 防 怕黑旗 它怕黑旗这个地方团 团打以后 将来这个铺结 嗯 所以它间接的 那看来它是有优势仪式了 优势 嗯 不知道 我觉得它现在呢 它可能因为这时候如果发点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些荒 有些气 是 黑旗搬进去 白旗猴 这都已经开始收关了 对 进入关子 这时候 好 黑旗煎一下 白旗团住 嗯 黑旗打吃 这个黄老师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简单的判断 对 这时候已经 让我们知道一下这个到底是 就 应该是 它应该已经发点了 嗯 就算现在这个棋 发九 木板嘛 1234567 8 90 11 12 25 这个地方不知道怎么算 262628 把这个也交换了吧 这个 它实际上就这么收的 连扳是吧 对 这个 定型一下 我们来数一下空 打了 嗯 就把这个连回来了 嗯 对 嗯 那这样就是 把这个挤掉 现在 基本上 我们可以数一下空 对 这样的话 定型的差不多了 7亩 8 90 10 11 12 13 23 28 29 31 32 33 39 41 42 43 50 75 默我数黑器 如果将来不补齐的话 75 默呢 这个地方可能还有一点暗 75 稍微强一点 嗯 就算黑器挤掉 白器呢 这我刚才是算白器粘的 可能稍微亏一点 123 4 5 6 7 8 9 10 11 21 22 23 33 40 49 末这块 49末 50末吧 可能 初初的50末 54 64 64 65 667 68 69 70 哦 我们现在应该算是五木板黑 对吧 它少贴两木就只要贴五木板 嗯 对 70 那就是非常细了 刚才黑是75 现在该谁下 该黑起下 现在该黑起下 嗯 那 这个棋越下越紧我感觉 对 可能 稍差一点 我刚才 我感觉上因为这个地方我都只数了一木 该黑起下就先后手还是差差不少 嗯 所以说刚才中间白起还是应该把这个脚给活了 对 是吧 这个脚有点过于大 但是别靠这个 那把那个30木一走的话 那这棋 再怎么样也不可能差30 嗯 好 看看 黑起 走 完了 感觉上这个棋现在形势 有一点吃劲 白起 虎 嗯 挡下来 可以 哇 这个地方不会有起吧 黑起 哇 那如果这个地方撑不住木的话 跟刚才 好像撑不住 我如果吃呢 他打吃 嗯 一断就出气了 这可能出气了吧 掉完肠就出气了 嗯 白起 关键也没什么气 断 白起 主要自己没什么气 嗯 对 我猴你就贴过来 挤挤挤 痛 有气吗 这地方不入气有一个 嗯 爬过来 这就算 我就算挤掉 给你这个交换吧 嗯 这个地方 嗯 就接住 嗯 这挡住的话呢 白起 气 直接刷 刷不过 因为这地方不入气 嗯 所以没有办法 那看着这一瓦 还是真是 还得缩回去 只能 缩回去 关键这个姜呢 还是有收气的风险 我觉得还是有 嗯 可以做黑起 这一方来说 它就是让白起 呃 这个地方没眼 就 这个有可能 还得 对 还得往回收 嗯 哦 它先挡了 嗯 然后 白起 白起 顶住 黑起 扳 嗯 然后 黑起 白起 虎 嗯 黑起 再把这个粘了 嗯 走成这样 那 白起 这个地方 可能还会被收回去 擠 走 黑起 擋住 嗯 这也是 白起 粘了一下 这将来要收气 嗯 这个地方至少还插着气 对 白起 可以摘上 刚才锁是很细的 铁舞木板 嗯 确定 白起 跳 嗯 好的 白起 长 接住 接住吗 嗯 接住 嗯 好 白起 打住一个 黑起 挤在这 哦 挤一个是直盘起的最后一步 哦 棋 哦 看 它这个上面的判断大概是 直盘起 应该是黑起盘面 8到9目 下到现在为止 这个白起 可能还得补回去 对对对 这一会儿 嗯 嗯 可能排面接近9目吧 大概9目 嗯 这盘起 确实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其实赵春雨 对 这个脚确实是 喂吃的太大了 当时最好的一个 我觉得 最简明的一个下巴 可能就是 这时候别碰 别靠这个 我把这个脚活了 啊 30目 对 我觉得明显吃不掉我 那活了以后 那 那个空那就差太多了 黑起当时的实地 嗯 跟这个 立下来比 对 你要在这边再乘那么多目 基本上就不可能了 嗯 还有一个呢 就是当时这个 这个特别大 对 这个阿鲁跳 可能小了 这个起 这可能是他的一个失败的 一个主要原因 其实我们之后看的话 相当于黑起当时 抢到了 把这个鲁吃了之后 这个局部 脚上木树少了一点 但是全转到这儿来 对 嗯 就这个时候 尝这个是非常大的 嗯 就感觉力是没有这么大 力倒还可以 力 其实力 可能还是总是中间打力 也可以吧 但是这手鲁呢 就是 关键是贴的时候呢 白起这个 别跳这个 这个跳就是十五目关子 嗯 这个中间被打过来 这个太大了 后面这一串 转换好像也不便宜 应该说前面是下得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赵春宇这半期 对 尤其这个地方冲击了 冲击以后 这个冲击以后 这个冲击以后 招法很犀利 对 冲完以后 把这个吃掉以后 这个起 白起非常容易下 嗯 你只要把这活了嘛 当时后来碰也碰线手碰完以后 就是 其实就是把这活了 就最简明了 对 但是作为他这个优势一方来说 他是不是下期的时候 也是说 这个地方 有点担心说 这个地方 如果把黑起这边 没有紫的话 会去吃它呢 嗯 其实这地方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嗯 就其实他已经不用担心这些 对 不用担心 你这斑也没有 斑我长 担心过多 你也担心长 这断了有袜呀 嗯 基本上 跳的时候 只能立下来 这活得也很清楚 是啊 这个 因为这个地方 你跑 就是 最笨的就吃这个 嗯 我就一吃 你立 他可能确实有点担心 其实 实际上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嗯 你接这个 就 我就有个眼嘛 牢牢的把这抱死 对 真是太可惜了 我觉得这时候 如果真的把脚活了 估计深圳序 可能都已经 很快就 可能要放弃了 对 放弃了 因为黑系 全盘已经没有一块大空 对 这个地方 嗯 没有办法跟黑白系这块空去抗衡 你怎么 这块白空太大了 他可能无非担心 黑系在这边点一点 把这块空围得大 嗯 但这不还有点脚 对啊 其实我就搬嘛 也什么关系也没有 你这个地方也不可能 也 也围不住呀 你打的时候 还是有这个飞 往里面钻 嗯 这块空 这块空 我就想挤 最笨的挤掉 对 往里面飞你也 你也输不了 围不了太大呀 嗯 那我先把那个三十目走了以后 嗯 这个其实是 那怎么这边出入也差不了那么多 嗯 这盘棋真是非常的 可惜 太可惜了 嗯 还是可能 到了后来 他可能时间上被发点啊 他觉得还是有一点心理上 产生一点波动被发点的时候 嗯 嗯 还可能 我估计他也是判断过 就是这个死了 其实他还是 应该 对 对 但他肯定也是觉得自己好 确实也是他好 在他后面下的 后面的定型呢 也没定好 这个地方立完以后 就感觉越下这个 这个 这个 鞋盘越大了 其实这时候呢 他只要藏这个呢 让你挡这个 那我就搬站完 我再收一收 再起 局面就变小了 嗯 那样的话 我觉得也 这盘棋也能赢下来 嗯 那这盘棋输了 确实是非常可惜 后面就是跳以后 这个七号 这盘棋输了 可能跳是一个白银 就被黑鞋打过来的话 他肯定要想办法怎么 削这个 削这个黑控 嗯 那这个地方本身也不是很好 嗯 因为你这个地方 你现在不好走啊 你走这个我就 围住了 走这个呢 他可能还要担心人家这样跳过来 嗯 对吧 你现在挤还是厚手 所以他后来导致了他后来去搬什么 搬了搬这个进行转换 这个转换呢 好像也不便宜 是 所以呢 这盘棋呢 真是 本来是赵承宇的这个好局 一盘好局 对 一开始处理的非常好 嗯 那这盘棋输了也是非常可惜 那么中国现在的两员小将是一胜一负 是 关键还得看第二局了 对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讲解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这个 英式杯半决赛的对局 那我们下次再见 好 谢谢大家收看